港医官文化观众教今年 在港医官国际的地区设计创作 邀请在国内外的地区设计在地区设计在地区设计 地区设计在地区设计作品 以黄色小鸭 无名国际的地区设计和霍夫物 也特别设计在泡泡树娃不锈钢的科学地区设计 选举接近在泡泡树娃 文教台湾正式在港医官政府头前 现在正在经书的工程中头 好 很多都关于民族 都集团的合计 各位观看观众教 今年的港医官国际的地区设计创作 邀请国内外的地区设计在地区设计在地区设计在地区设计的地区设计 经费计算是1800万 另外回馈的地区设计和霍夫曼彭骏珠的两区设计 霍夫曼以港医的珠罗树娃为发送设计制作的泡泡树娃 寸销550公分 刮915公分 刀20公分 原本设计是两只切实的树娃 霍夫曼在修改另外一只是咖啡屋 另外又在井上两只小树娃给出品 那我们依然还是透过过去 大地医术记得这样的一个精神 所以在县府的周边 然后因为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艺文的特区 所以在这里面放了非常多的雕塑的一个相关商的一个作品 那我想霍夫曼这个是回馈商的一个项目 那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衍生性的文创商 还有艺术的一个商品 包括的fire夹 文件夹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棉铺的这样的一个袋子 那我想后续我们还可以来进行相关商的一个开发 然后也希望透过这些公共艺术上的一个建制 那能够让县府到这个故宫之间的这样的艺文的特区 结合蒜头糖厂的改造 那以及就是导入新的这个东边仓库群跟西边仓库群 以及历史再造现场和微型文创园区 茶叶博物馆等等这些设施 和这个相关的一个美术馆博物馆群 能够让这个艺文的特区 能够更符合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来创造更好的软实力和巧实力 文官教表示 有七个作品中放在价值的时间的管户头前讲到 八位地设施完整 另外五颗以及两只小数颗 正是放在阴庆架中附近 中情绪的党舍公横 二地进行设施完整 这立邀霍夫曼参加美女赛的角度二十 也能为到时党党的台湾党会软心 最新新闻 中大行 嘉义官 蔡凤博物馆